普门瓶普遍流通出去就是一般都称为观音经 所以平常念观音经 那个时候念观音经就是念的普门瓶 所以到了水草啊 志泽大师除掉讲法法经全部的法法经之外 普门瓶它有单行的注决 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瓶的题目的 叫做观音选一 观音选一 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瓶这个品目的选一 用五重选一来加以说明 那么就有两卷之多 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瓶这几个字里面 到底有多少呢 解释普门瓶的经文的 叫做观音艺书 观音艺书 那么志泽大师当时有这个观音选一 观音艺书流通出来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观音选一 观音艺书啊 实际上就是普门瓶 就是普门瓶的注决 到了宋朝啊 四名自立尊者 法治大师 他把这个观音选一加注决 叫做观音选一记 把这个观音艺书加注决 叫做观音艺书记 啊 那么都成为四卷四卷 啊 呃 都有流通 啊 那么这一部书 我有木刻本子 啊 很早就借给台南 湛然市 去把它运行流通了 所以现在台南湛然市印的 呃 观音选一记 呃 观音艺书记 啊 起初他是只印出这个艺书 他有艺书没有选一 印出艺书记 可是我一看 呃 怎么只有艺书记 而没有悬一啊 呃 那么我跟他说 我这里有悬一记 就把这个悬一记 也把它印出来 成为全套的 观音悬一记 观音这个艺书记 是完整的 智泽大师的 这个 呃 普门评的注决 跟这个 呃 法治大师的 这个解释 呃 那么都现在都有 这个印刑 是 他们是印送的了 呃 可能数量也不多 现在也许还有 那么这个 普门评能够担心流通 最早的起因 就是在 西纪 大概是 420年 420年到 423年的中间 因为 主剧 蒙勋呢 是到了 433年 西纪的 433年 他就 呜服了 呃 他就死掉了 呃 那么 所以 他接受 呃 这个 呃 谭武谦法师的教导 呃 受持 普门评 大概就在 这个420到 433年 的中间 他在位 32年 32年呢 因为 这个 谭武谦来的 时间 大概是 他 这个 登位以后 好久的 一段时间 也许是在 420左右 所以 所以 因此之故啊 这个 普门评 单行 流通 是从 这个 呃 祖剧 蒙生 因为 读送 普门评 治疗 他的 呃 这个 很难治疗的 病而治好了 由此 普遍流通 出来 这是 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 单行 流通的 缘由 在这个 智泽大师的 呃 观音 悬议里面呢 有说明的 不但是 观音 悬议里面 有所 有所 说明 就是这个 世界史书 里面也有的 历史的书 啊 知智 通鉴里面 啊 知智 通鉴里面 就有记载 有记载 这个谭武谦 法师啊 啊 这个 到了这个 北梁王那边 啊 还 一咒为他治病 啊 他说是咒为他治病 实际上就是叫他持 普门评啊 是受此观音经的 啊 那么由此可见 这是完全是事实 连这个世间 啊 国家的这个 历史的书啊 都有记载 啊 可见他 这个 呃 单行流通的普门评啊 由此而来 这是完全是千真万绝 而且 法法经翻译出来 没有多久 四零六年翻译出来 大概是四二零年到四二三年的中间就单行流通了 可见这一瓶普门评流通也有已经超过一千六百年以上了 啊 这是普门评单行流通的原因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释这个品题 解释品题 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 先讲观世音菩萨 呃 菩萨是通明了 呃 凡是行菩萨道的 通通叫做菩萨 印度化菩萨 是简称 是简称 应当叫做菩萨沙多 心境里面的菩萨沙多 就是印度化的原来的这个呃 这个声音啊 翻译中国话 旧意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 心意叫做觉有情 菩提就是觉 啊 沙多就是有情啊 学有情 越自立说 菩萨自己已经觉悟了 可是还没成佛 是有情 有情就是众生 呃 越利他说 觉悟一切有情 那个觉 是菩萨 以自觉 觉失明 呃 以自觉而觉他 呃 菩萨自己觉悟之后 教导众生觉悟 呃 那么有情是指众生 这是利他 越利他讲 越自他两利讲 觉指佛 上求佛果的大觉 有情指一切众生 下化一切众生 下化一切有情 菩萨 上求佛道 以求自己觉悟 呃 呃 下化众生 以死令一切众生觉悟 呃 所以这是约 自他两利讲 呃 凡是行菩萨道 修六度万恨 发布里心行菩萨道 有大百姓 都叫做菩萨 菩萨的阶位很多 总和起来有因地的菩萨 有果地的菩萨 因地的菩萨从出发 菩提心 经过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这五十一位的阶位的菩萨 那么 有出发性修行 呃 自行化他 一直到断烦恼 呃 这个破无名 正法身 到究竟成佛之前 等觉 觉是佛 以佛 已经将近相等了 好像十四夜的月亮 呃 那跟十五夜的月亮 已经要差不多了 以十五夜比佛的妙觉 十四夜比菩萨的等觉 这是因地菩萨 最高的境界 就到妙觉 呃 到等觉 就好像现在的 米勒菩萨 将来成佛 现在是一身补处 就是等觉菩萨 这是因地菩萨 还没有成佛的 也有已经成佛 呃 导驾慈航 做度化众生事业 呃 为了度众生方面而实现的 那是果地的菩萨 呃 观世音菩萨就是属于这一类 呃 还有文殊势力菩萨 也是已经成佛再来的 那么 为了度众生的方便呢 实现为菩萨的身份 那么这是果地上的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是果地上的菩萨 呃 那么他自己已经成佛 所以大悲心陀罗女经里面说 呃 观世音菩萨 过去成佛就是正法名如来 现在实现为观世音菩萨 在西方基督导世界帮助 阿弥陀佛的教化 呃 那么在娑婆世界最有缘 所以根据这个无量寿如来会里面说 呃 大宝之间的无量寿如来会 也就是无量寿间的别一啊 里面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与大师之菩萨 都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修行成就的 所以娑婆世界特别有缘 呃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别名啦 这位菩萨的别名 观是观叉 呃 也就是所谓能观之志 呃 能修观的智慧的功庸啊 那就叫做观 呃 这个观 不念观念观 观就是观照 呃 那么就是能观之志 呃 观叉一切诸法 知道他当体即空 呃 所谓心经里面所说的 呃 照见五蕴皆空 那个照见 那个照就是观 呃 能观之志 去照 照见一切诸法当体即空的道理 五蕴之法 没有不空的 那么这个观 就是能观之志 呃 事音 指所观之志 所观的境界 所观的境界是什么呢 就实法界的众生的根基 实法界的众生的根基 啊 呃 佛法界 他已经成佛了 呃 那么当然 呃 不必说 那么菩萨以下 呃 都是菩萨 都是观世音菩萨首度的 这个众生的根基 呃 所以 比他下位的菩萨 等觉以下的菩萨 都可以接受这个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教导的 所以 这个实法界 除掉佛之外 都是菩萨所观的 度化的根基 当然 六凡法界的苦恼众生 更是菩萨 所要度化的境界了 所以 这个观世音啊 就是 呃 尽 至 双极 呃 世音是世间众生的苦恼因生 呃 这个道理在后边经文有说 呃 那么 这个吴静音菩萨一开头就问 呃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 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 那边就有解释了 呃 那么 呃 由这个 能贯之至 与所贯之境 两种同时并举 呃 那么感应何标 呃 这个 众生为能感 反菩萨文能应 呃 那么 因此之孤啊 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 最早的翻译啊 旧意啊 也有翻译 光世音的光 光明的光 那个光啊 就是指这个智慧光明能照的作用啊 所以早期的翻译 有翻观世音菩萨翻译 光世音 光明的光 旧摩罗斯以后就完全把它翻作观世音了 观世音了 不是光啊 后来就是一次翻为观世音 旧意家通通翻作观世音 到了唐朝啊 从这个贤壮三藏开始啊 又改了 啊 世音不叫世音了 叫做自在 观自在 菩萨 所以新经里面的观自在啊 就是 呃 玄壮三藏所翻译的 啊 他把观世音菩萨都翻作观自 观自在菩萨 他为什么翻作观自在呢 据说按照翻译的这个名字啊 也有世音的意义 也有自在的意义 啊 那么按照清凉果实的解释 他说 应当要叫做观世音自在菩萨 这样子才按照这个翻译的这个原来的名字啊 才算是呃 圆满 应当叫做观世音自在菩萨 啊 那么这样看起来 观世音是约他化他观察众生苦恼音声方面说 观自在是约他修行自己的到原通自在方面说 啊 所以如果说观世音自在 那就是同时具足了 啊 自他两立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了 呃 不过我想啊 当时唐朝尤其贤壮三藏是在这个呃 贞观年间 呃 他翻译这个呃 这个经文啊 如果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世之啊 在当时纵染翻观世音啊 也不用世子 只用观音 所以在那个时候都叫做观音菩萨 不用世 为什么 呃 这个要独立时代应当都知道了 呃 称观年间唐太宗 唐太宗叫做什么名字啊 李世明啊 唐太宗叫做李世明 而第一次时代很奇怪了 老百姓的名字啊 不能压到皇帝的名字了 假如你跟皇帝同一个字啊 必定要改 会改不可的 那老百姓当然改了 连菩萨也都改得起了 好奇 呃 呃 观世音菩萨不能就是观世音啊 因为跟李世明同一个世字啊 呃 那么因此因此要呃 呃 不要重叠到这个皇帝的名字啊 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 只好把这个世字让开了 把世让开了 让开是李世明啊 呃 只称观音菩萨 呃 观音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念世字 也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不用世 呃 不用世 这个在唐朝李世明那个时代 是因为要让给这个皇帝啊 哦 皇帝最大了 呃 让给皇帝 所以就叫做观音菩萨 不叫做观世音 呃 那么如果他要翻出观世音的话 不方便呢 那就翻出观世音吧 翻出观世音 这就好啊 里面没有事 就不会重叠到皇帝的名字 呃 这是呃 玄壮三丈的智慧 哦 了不起 那么到了宋朝啊 这个呃 当然是 观世音都恢复了 呃 都成观世音菩萨 呃 所以在这个唐朝的时代 呃 呃 到了这个真元年间呢 已经是唐德宗了 李世明老早过去了 所以清阳果师在 呃 这个呃 华严经 《四世华严经》书里面 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 他就说 如果要完整的话 应当叫做观世音自在 因为李世明已经过去了 那个世子不妨搬出来了 啊 所以可以叫做观世音自在菩萨啊 呃 这是他的这个名字啊 名字 实际上 但名的原因啊 按照楞严经里面说 楞严经哈 大佛丁 大佛丁 说楞严经里面 他在这个耳根圆通的文字里面说 观世音菩萨自己说 他九元之前呢 最初亲近的佛 叫做观世音菩 观世音菩啊 呃 因为他修得 这道耳根圆通啊 呃 这道耳根圆通啊 呃 那么因此佛就给他取过名字 就叫做观世音菩萨 佛很慈悲的 他愿意把他的名字给 给他的弟子啊 呃 他自己叫做观世音佛 可是他把他的名字 呃 那你就叫做观世音菩萨 呃 呃 我们中国人 有很特殊的情况呢 呃 后辈的人不能重叠到上辈的人的名字的 呃 可是佛法里面就没有这个占据了 无所谓了 所以佛呀 他把他的名字给他的弟子 给菩萨 所以 因此 观世音菩萨的名的原因啊 实际上按照《愣眼经》里面所说 就是他的老师 呃 当时他所亲近的佛 呃 观世音佛 给他取的名字 叫做观世音菩萨 从从那个地方就定下这个名字来的 呃 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老早就成佛 这是在大悲经 大悲心陀罗女经里面说 呃 说观世音菩萨在久远之前已经成佛 叫做正法名如来 呃 呃 另外 在《悲华经》里面有说 《悲华经》啊 《悲华经》里面说 在保障佛的时候啊 呃 这个 当时 保障佛 呃 那个时候的 有一位转轮圣王啊 呃 转轮圣王的太子 第一太子 就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前身 那个时候 他在保障佛面前啊 发愿 他要 呃 要用他的名号 呃 听众生的苦恼音声 呃 如果有人念他的名号 他要救度 救度这个苦恼众生 呃 因此保障佛 替他取过法名 呃 呃 呃 这是观世音菩萨 呃 呃 部分 经文里面所说的 登明所语 而后边 还有说明 那么刚刚就把这个观世音的 明明目啊 就简单说明说完了 我们休息十分钟 再讲 然后将会表示 我介绍你 给我 我介绍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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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个人 这общ众生的 现在وس为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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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而是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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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